有这个名称 专业名称叫做 SIMPLE LOCATION 这个专案 那里面的话非常简单 第一个就是 那个界面部分 我大概给各位看一下 里面的话就是 有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按下去 叫做手机定位功能设定 上面有一个Test View Test View主要就是 秀我们的高度 经纬度 还有速度 大概会有四个数据 那怎么样取得 这个地方 第一个 那这个版本 我是用4.2 不过将来如果说你们在 要有相容性的话 其实可以在那个最低的 MINI的这边 就是在最低的版本 这个有个MINI的SDK Version这地方 那你可以给比较低的数字 像2.33是10 2.3是9 2.2大概是8 然后2.1是7 所以就是这个版本 如果你向下相容的话 那比如说我执行 我的模拟器是2.x的话 基本上还是可以RUN的出来 这地方我RUN在上面可不可以 其实也是可以的 我刚才有RUN过来了 所以如果你要向下相容的话 你可以用那个 比较这个地方 MINI的SDK Version 可以把它设定一下 那这个地方的话 按错了 把它执行起来 执行过来之后的话 这边也可以看到 主要我们是利用它去抓到什么 抓到相关的讯息 就是说包含就是高度 经纬度跟速度 那要怎么去抓到相关的讯息 就我刚刚跟各位讲的 那请各位也实作一下 第一个先把画面先做出来 一个按钮加一个Test View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主要有几个地方 第一个后面这地方 加上去之后的话 会产生几个实作的方法 其中的话呢 只要在那个On Location Change 这个方法去实作就可以 包含就是说呢 我现在的定位提供者是哪一个 我可以去取得什么呢 利用Location 它传进来的这个参数物件 帮我去GET 它里面有个方法 就是GET什么 GET Provider 那GET回来的话 基本上 如果说没有意外 应该都是GPS 所以显示回来的讯息 应该是定位提供者 帽号 后面会加上一个GPS 那再来的话 我们做格式 这个地方我用格式化了 把它格式化 因为我这些讯息要放在哪里呢 放在Test View里面去Show 那所以呢 我这边透过一个就是叫做 Stream后面本身 这个Stream类别本身 有一个叫Format的一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 就是我可以这个换行符号 纬度多少 那给它一个什么 给它一个float 就是浮点的 到小数点的第一位 那里面分别给纬度 金度 高度 等等的讯息 那把这些讯息在 在这个Test View里面显示出来 OK 那再来的话 就是有几个比较重要的 像是我们在 on create的时候 做什么事呢 第一个就是FindView by ID 因为画面上面呢 基本上 我们会有一个Test View 加一个Button 当然你可以Button 那Button我们是在按钮的事件里面 去做做连结 这个地方 Set onButton 它这个写法 我看一下 它应该是locationChange 其他的话是setup 设定手机 相关的on pause OK 那再等一下再来看好了 那on create里面 基本上就是翻译把ID 然后再来就是 另外一个是取得现在location的Service 这个locationService前面有讲过 其实就是把现在location先抓出来 那放在这个locationManager 这边有个locationManager 另外的话呢 透过onResume的时候呢 去抓到最佳的定位 并且秀出来 那这个部分的话 等一下再把画面提供给各位 再参考一下 等一下我们再看其他ontchange 我等一下再看一下好了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先试试看把那个专案先建计 那这里我把那个讲义 刚刚的讲义也放上去 在这里 那我这边是CH14的 第14章这边 那这边相关的界面 特别注意 刚刚有同学应该会觉得 他为什么没有 有没有 没有一个界面上面 你会发现 他为什么没有on location 那个on click on click listener 也没有去实作on click的方法 对不对 那其实on click listener 或on click的方法 其实有另外一个方法 可以去执行 就是说你可以透过什么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 其实有些书里面 他不是实作on click listener 而是怎么样呢 而是直接在属性里面 有没有 这个按钮上面有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是on click on click 后面你可以给他一个方法名称 也就是当他on click的时候 也就是会去执行这个方法 这样的写 这个写法也是ok的 那有些书里面是这样子 那这个方式 因为看个人 有的时候我是习惯不习惯的问题 但是他这个方法 的确是比较简单一些些 但是你就是要去实作这个setup 这边一定会有个叫setup的方法 你要去写 ok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是view的部分 基本上很简单 就两个元件 那特别注意是on click这部分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呢 我们在那个建一个activity 如果你们是用新的版本 它会出现什么fragment 那个activity 那你可以把fragment 那个把它拿掉了 因为基本上它都会自动产生 我们只要activity activity那一个 那个class就可以了 那后面加一个implements location lesson 那相关的参数 我想自己再把它宣告一下 比较不一样的是location manager 这个mgr 这个名称 就是定位总管 然后相关的 那再来就是连结的话 连结一个 那因为我们那个button 本身有在属性上面设定了 所以不用连结 它自动会连结 ok 所以那边如果说已经在view上面处理了 那你就不用再做 你要做的部分呢 就是后面 要增加一个setup的一个方法 另外的话呢 要连结一个就是location manager 这个部分你要从get system get system service 去取得现在location的service 你才有去 有办法去存取那个gps的相关讯息 ok 所以会有两个 一个是界面的 一个是内部的一个service 要把它取得 这个是两个 一个是宣告跟连结 那在unreloom的地方 你要去做这些事情 包含去取得最佳的定位是哪一个 如果取得besser 如果是noir的话 如果不等于noir的话 那就是有定位中 所以呢我们手机就可以 如果有移动的话 它就会有变更 你就可以知道了 按下去之后就可以知道 但是在模拟器测试 可能会有点问题 我建议直接干脆讲 你run好之后 直接在你手机上面秀 会比较清楚 甚至的话 你可以到 跑到外面 随时去更新一下 当然如果说 你可以有个轨迹 每几秒钟记录下来的话 你甚至可以把它存在 那个跟siclete结合 你可以把它存在siclete里面 到时候可以再把它读回来 诸如此类 然后在轨迹上面画出来 OK 那on pause的地方的话 就是说 当我已经离开了 因为on pause 我们按back键 就会触发on pause on stop on destroy 如果当它被按back键的时候 要做什么 就remove update 就不要再继续update 不然的话 GPS它会一直耗电 所以如果你没有加这个的话 其实不影响 但是你的app 将来在耗电排行榜 会出现 应该各位都有装什么 金山电池之类的app 去监控哪一支app 最耗电 如果最耗电的话 第一个就是把它移除掉 因为它会一直耗你的电 所以如果你不希望你的app 在排行榜里面的话 那记得在on pause的地方 把remove update 就把它写上去 如果不写的话 其实不会有差 只是GPS一直walk 它可能每五秒钟更新一次 五秒钟更新一次 如果说 其实更新的速度 快跟慢 也是跟耗电有关系 理论上是可以每一秒钟更新一次 不过一直更新的结果就是 就是耗电 OK 那最后的话呢 因为我们implements location 所以会有10座这四个 其中只有一个需要做 就是on location changed 这个刚刚有讲过 所以这部分的话 各位可以再看一下 那另外的话 最重要的是这个 有没有 setup 如果将来各位 在实作button的时候 不想去new button.unclick listener 的话 可以把它写在 那个有没有 unclick的那个属性后面 加上一个setup 这个名称 那这个setup呢 会自动去帮你连结 这个 那里面的话 基本上后面加一个view 点view 后面加一个 传进来一个view的物件 那这个view的物件 基本上后面这边是没有做的 因为我们是void 就是没有回传值 那里面的话 做哪些事情呢 基本上 我们就是建一个intent 那这个intent的话 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去启动定位 就是我们要去启动定位的话 也是一样 必须利用一个什么 利用intent 那帮我new intent 后面做什么 setting 这个action location source setting 那他就会去更新 更动你的相关的定位设定 OK 那最后一样 start activity 他就会去取得 那有动作之后的话 会触发到哪里 触发到on location change 那有on location change 的话基本上下面的讯息就会出来了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必须要去动作 那另外后面还有 那你这样做完之后 还没有完成 最后还有什么呢 记得就是 什么呢 manifest 里面呢 还要再设定什么 permission 如果你这个permission 没设定的话 你的定位还是出不来 所以特别注意哦 主要最重要是这个 叫做 access 所以你到时候就 add的一个permission 里面的话呢 最重要是 access find location 那第二个的话呢 是就 close location 那internet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 没有没关系 这个地方没有internet 因为我们不需要地图 OK 那大概会有这些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那可以参考一下 那个云端 白板上面的第14章 有个gps定位 好 与那个google地图的这个 这个部分